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战时期有一个考古学家意外的从一本旧书里发现浙江农村一栋神秘恐怖的鬼屋下面竟然藏着太平天国的国库宝藏 为了争夺和保护这批宝藏 日本特务 军统特工 黑帮老大 爱国志士各路人马在机关重重的藏宝库里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死亡 最后地宫轰然坍塌 所有的人全部藏身地底 而那些太平天国国库宝藏从此再也没了踪影 当然 我们都知道电影那是编出来的 不过呢 电影里提到的那批太平天国国库宝藏却绝非虚构 相反 一百多年来有关他的各种消息和线索从来就没断 很多人还费尽心机想要找出他们的下落 今天呢 红宇要跟您聊的那就是有关这批天国宝藏下落的众多谜团 咱们要说的第一个谜呢 那就是太平天国到底有没有留下传说中的巨额采谋 对这个问题呢 大多数的专家都认为 有 那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哎 依据呢 有好几条 第一 我们知道 从1851年金田村起义开始 太平军一路北上转战18个省 先后占领了600多个城市 几乎是席卷了大半个军队 而在这十几年里呢 太平天国一直都实行着一种圣库制度 那什么叫圣库制度呢 哎 很简单 就是凡是太平天国的人都不能私藏财物 甭管是自己的私人财产也好 缴来的战利品也好 通通都得上交道天朝圣库 谁要胆敢私藏价值超过五两百元的东西 查出来那就是看透 也就是说 太平天国的绝大多数的财物 那都是集中在一块的 那您想想 这么些年啊 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 那得攒下了多大的一份家庭啊 所以 当时呢 流传这么一句话 鸿逆之父 金银如海 百货充盈 据说呀 光是一个位于南京水西门的天朝总圣库 那里面的财富就多得让人折舍 那么据晚清史料记载 1853年太平军刚刚进驻南京的时候 这圣库里头仅仅白银就藏了有近两千万 当时在天津城里的一个清军的界隙 叫做张继根 给当时的围攻天津城的这个 加拿大运的统帅项目的写的密信里面 就反复谈到了这个问题 据他个人了解 中政府里头就有1800万两这个银两 另外呢 在其他的亚述里面 仍然都有很多的这个银两 所以他要求乡军打进陈台以后啊 第一个就要占领这个圣库 要知道 当时清朝啊 整个国库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才七千万的 而太平天国光南京的一个圣库 就能顶全国小半年的收入 吓人了 这是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呢 从天王洪秀全的这个个人爱好来看 当年这个天王府里头啊 还藏着一笔数量惊人的证明 他这话又怎么说呢 估计您肯定不知道 这个洪秀全 洪天王啊 那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控 他对金子的爱好啊 简直是到了变态的地方 电视剧《太平天国》不少人应该都看过 里面洪秀全戴的这顶黄灿灿的金帽子 那可不是编军们凭空想象出来的 当年洪秀全呢 确实是有这么一顶纯金打造的王冠 那么据天国的史书记载 这顶天王金冠重打八戟 而天王身穿的龙袍 那也是用金线制成的 连龙袍上面的纽扣 那都是镶着宝石的金格的 据洪秀全的英文翻译 英国人傅里次他会议说 除了这金王冠金龙袍 天王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 那差不多都是用金头 有一次 傅里次进天王府拜见洪秀全 正好就碰上洪秀全那开饭 乖乖乖 那个牌上让他那可是大开眼界 别的就不说了 光是装菜的六十四个黄金大碗 夹菜的近一尺长的金筷子 就让这个洋人看了那是目的狗狗 他还说 连红秀全洗用的玉盆 撒尿用的叶糊 那也全都是金的 不知道这个洪天王吃饭的时候 戴着八斤重的这金帽子 使着一尺长的金筷子 他会不会累的 当然 玩笑归玩笑 不过呢 定都南京之后 洪秀全在生活上的奢侈无度 今天那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所以 光是他的这些生活用品 那绝对就是一笔巨大的财物 可是 从圣库里面数不清的白银 到洪秀全的这些黄金家底 后来呢 却全都神秘的失败 先说这圣库 1864年7月 曾国藩和曾国权这哥俩 率领乡军攻破南京 太平天国灭亡 而据曾国藩后来 向这朝廷汇报说呀 进城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带人直奔传说中的圣库 没想到 弱大的圣库里 那却是空空如影 什么都没有 心有不甘的曾国藩 那后来呢 又掘地三尺 搜遍了南京城 各个王府和基要部门 想找到奸细密西里面 说的那几千万两财宝 可最后呢 连毛都没有发现 再说洪秀全的那些黄金家底 我们知道 相军攻破南京之前的一个月 洪秀全就已经病死了 那么按常理 天王生前最喜欢的那些金帽子 金龙袍 金马桶什么的 那应该陪着他进棺材才会 可是 后来曾国权 挖开了洪秀全的坟墓 一看呢 诶 堂堂天王的这个棺材里面 你别说金王冠金龙袍了 就连陪葬的东西都没见 把这个曾国权气的呀 下令把这洪秀全的尸体 一把火给烧成了灰 就这样呢 他还不解气 又把骨灰装进了羊炮里 冲着长江一炮给轰了出去 可怜啊 叱咤风云的洪天王 死后呢 连半点骨灰都没留下 乖吧 几千万两白银 大笔的金家属 那可不是一根针两头菜 你说塞哪就能够藏起来的 而南京城之前 人一直被青军围的如铁筒一般 所以他们也不可能被运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这些财宝究竟上哪去了 太平天国多年积攒下的财富 一夜之间竟然不翼而飞 他们究竟去了何处 两个小人物的突然报复 是否与传说中的天国宝藏有关 经典传奇 正在为你解密 上节说到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年 积攒下了大笔的黄金白银 可是呢 清军打进南京的时候呢 天朝圣库里的几千万两白银 还有天王府里的大批的黄金家属 却再也找不着了 那么他们到底上哪去了呢 哎 您现在想知道 那么当年呢 有人比您更急着想知道 谁呢 京城里的同志皇帝 当乡君攻破南京的消息一传到京城啊 同志皇帝那是乐的一蹦巴掌高 不为别的 一呢 是多年的心腹大患终于被消灭 可以睡个安稳觉 二来呢 他也知道 太平天国在南京城里面有一大笔财宝 如今城破了 正好可以拿他们来填补多年用兵落下的亏空 可谁知道 没几天 曾国藩他上了一道奏表 说南京城里没有发现大笔的金银 一下子让皇帝的如意算盘呢 落了户 同志那是又急又气啊 给我查 挖第三尺也得把这笔财宝找出来 可是 他又该从哪查去 哎 要说起这笔财宝的下落 当年倒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至少有两个说法 那听着还就挺靠谱 什么呢 第一 有人说啊 其实 城破之后 太平天国大笔的财宝就已经落到了清军的手里 只不过呢 有人 建材起义 胆大包天 把这一批宝贝呢 私下给吞了 谁呢 攻打南京的乡军主帅 曾国藩的弟弟 曾国全 那说这话的人又有什么证据呢 哎 有 有人亲眼看见 打下南京之后 曾国全家里面多了好几样的绝世珍宝 而这几件宝贝从前那都是太平天国的东西 李国元就说曾国全那串动物有一百多只 你指头都大 我们要知道 物宫里面的东猪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么一个数量级的这么一件宝物 然后说还有个翡翠西瓜 晚京学者李柏元在他的《南庭笔记》当中就写过 曾国全有一串珍珠 圆若弹丸大如指鼎为稀释者 而这玩意儿呢人们以前在太平天国东王杨秀卿的府里面见过 有人呢还在曾国全的家里面看到过一个翡翠西瓜 个头啊有竹篓大小 那么翠绿的瓜鼻上呢又自然形成了一道裂缝 里面呢正巧还是红的 跟这瓜羊呢那是一模一样 更觉得是啊 这个瓜羊上还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跟这西瓜子差不多 总之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绝世其身 而这件宝妹呢从前也有人见过 那可是摆在红秀泉的天王府里的 哎如果光是这两样东西呢还算了 说这个曾国全呢他瞇了这天国宝藏的人还说呀 说他从南京城里搂走的东西啊 哈哈那个海了去了 有人会说曾国全离开南京 乘船回湖南双峰老家的时候啊 江面上随行的船只是密密麻麻排了两百多条 而船上装的东西那是被包的严严实实 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哎有人就说了 这大大小小两百多条船上装的不是别的东西 正是曾国全从天朝圣库和天王府里弄来的银子和珍宝 哎这些证据那如果是真的 那太平天国宝藏的下落就真相打败了 那么这个说法他靠谱了 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啊 咱们很可能冤枉了曾国全 为什么呢 第一同志皇帝曾经派过好几波钦差大臣查点事 可查来查去都没能从曾国全的这个身上查出什么毛病来 什么翡翠西瓜啊两百多船银子呀那都查无实据 第二攻破天津后曾国全的表现也不像是发了大财的人 那有人要说了发了不义之财 只要不是笨蛋一时半会儿 谁也不会拿出来显摆一般呢那都是先装穷 等风头过了之后我再拿出来花这很正常啊 哎可问题是风头过后也没见这曾国全和曾家的子孙漏过这笔财 晚清的时候呢有人曾经计算过曾氏兄弟晚年留下的家产 所有的田产房产你加一块大概啊就是一百万两左右 所以说呢这也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不过呢这跟他们多年来担任封疆大臣的这个正常收入啊那也差不多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这个协议 您想啊财宝如果真是落到了曾国全的手里 他自个不花他的子孙那也不花啊 他还能把这么多的财宝又带进棺材里 所以说呀真要咬定曾国全他私吞了天国宝藏 他证据不足那这第二种说法又是什么呢哎提出这第二种说法的呢就是这位啊研究南京历史和民俗的专家扎西流 他说呀天国的宝藏落到了两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手里 太平天国当中最后搜医者叫蒋搜赛他的这个职业是什么呢是干女子就喊他讲女子 什么一个赶驢子的苦力他也能和天国的宝藏他扯上关系 哎扎西流呢在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之后说呀哎呦关系大了 这个蒋驢子呀那运气呢可不是一般的太平军最后的一点家当哎呦全落到他手里了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清军破城之前太平军呢就做好了突围的准备 为了把将来东山再起的本钱给运出城太平军就找到了手里有毛驴的蒋驴 要走了要离开了这个清军要进来了这太平军啊就挣用了这个蒋寿赛 好多女子这个蒋驴子呢非常不开心哎呀你太平军怎么把我的这个女子 全部挣走了哎就当这个蒋驴子还不开心的时候哎过了两天晚上 这个他养的这个驴子和马匹啊哎全部又回来了而且是空到出去 吐到许多金银财宝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太平军吐到财宝出南进城以后最后给打败了 但是这个驴也好马也好是路 这样子呢又把这个太平军带出去的财宝又悄悄给蒋寿赛吐回来了 据说这个蒋驴子在清军进南京之后那是陡然而伏 从一个驴老板哎摇身一变的就成了南京城里面数一数二的大夫 当时人们就说他之所以突然发家靠的就是太平军想运出去的这笔财宝 吴多佑当时南京还有一位爆发户 据说呢也是靠着这样的好运气发家的 谁呢王豆腐这王豆腐啊是家住天王府边上的一个豆腐家 因为这个豆腐做的好对洪秀全的胃口 所以呢常年都给这天王府里面送豆腐 那么一来二去呢就和洪秀全的这个管家呀成了铁哥们 乡君围城的时候呢有一天深夜这个管家呢突然就找到了王豆腐 把几十个大箱子就托付给他 让王豆腐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找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那不用说呀这几十个大箱子那就是天王府里面那些珍宝啊 再后来清军打进南京整个天王府里的人那是逃的逃死的死 结果这大笔的财宝就这么着归了王豆腐 王豆腐摇身一变也成了大富 哎扎西流说的这两件事的确是富有传奇色彩 不够他是不是真事呢 有人说呀不靠 当年南京城里面确实是有蒋驴子王豆腐这两个爆发户 不过呢人家发财他不是得了这个天降横财 而是因为有商业头脑 好在战乱的时候呢收购了不少房子和门面 那么战乱过后太平了 这房子和门面呢他涨价了 他们一转手哎才发了大财 总之就跟这个前几年这个温州炒房团是 人家是靠炒房发的财 只不过呢因为这个钱挣得太容易啊太轻松了 哎这才有了上面的民间传说 上次的太快了无法节省 那又回到那个传说了 他肯定是拿到了太平天国的保障 肯定是拿到了多少金多少项的什么黄金那银那的就随你讲 既然民间传说不可靠 那么这么大笔的财宝还有可能去哪 百年以来天国宝藏下落成迷 孙中山先生为何相信自己找到了珍宝的踪迹 著名的刺马案与天国宝藏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经典团企业继续为民解密 上一节说到关于神秘失踪的天国宝藏 说是曾国权私吞呢 证据不足 讲驴子王豆腐这样的民间传说呢 他又不靠谱 那么还能有什么可能 哎有人相信这些宝藏啊一直就在南京成立 而且他就埋在城墙底下 那这块又是谁说的呢 说出来你未必会相信 这话呀是孙中山先生说的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杂志啊是民国时期的真相杂志 上头呢就详细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说是孙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讲当中说呀 在南京通缉门的墙根下埋着洪秀泉留下的大笔金银 如果挖出来了中国欠的外债那一次就能还清了 哟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那既不是考古学家 他又不是探险家他怎么能知道这么秘密的事 哎孙先生当时也说了他也是听人说的听谁说的呢 一个名叫林开泰曾经在洪秀泉府里面当过差的老人 当时林开泰向孙中山报告说 当年清军围攻南京的时候他正在天王府当差 一点夜里呢他们这些人被紧急召集到一起 把几十口大水缸秘密埋进了通缉门到城墙根底下 围城深夜埋缸怎么样 这听着可像是藏宝的动静啊 哎孙中山先生啊当年那也是这么想 所以呢1912年的12月他就派了一队工程员 照着这个林开泰说的地方啊 在南京通缉门城楼的这个墙根下 那就挖开了 那么这次孙中山他挖到宝藏了 按他指定的位置挖下去确实也就挖到了石板 挖到了十米深石板也挖到了黄土的那土城也挖到了 大家因为这事就到眼前就快成了 应该是说对了那带往下挖一无所谷什么都没有 又挖的很深很深他挖到了一点点就铁器 总之又是一场白忙活 哎这个林开泰那可是胆大包天啊 竟敢骗到孙大总统的头上来了 他这么做也不怕掉脑来 哎据后人研究啊老头他不是骗子 他应该是这么回事 老人当年呢确实是在这个城乡下买过东西 只不过呢埋的不是宝藏而是水缸 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 这是在古代作战兵法中的一个有效的防止别人工程的一个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人在挖地道进城的同时 为了知道对方在哪里挖地道 这时候就在各几丈远各几丈远的城墙根底下 大家埋上水缸 通过水缸就能看到水的波纹震动 知道对方是不是有地道在这个左右要挖过来 清军破城的时候啊 林开泰那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啊 哪懂这个啊 那么后来听说了天国宝藏的事 他一想自己当年往这地下埋过水缸 那不用说呀 这缸里面一定藏着财宝 这才闹出了一个大乌龙 而林开泰老爷一定不是个智慧家 因为他不懂得这些古老的兵法杂约 他就把藏宝藏的事和麦当的事给对接到一起了 他因为这是藏宝呢 嘿嘿 感情这孙大总统也有让人给忽悠的时候 不过呢 只要宝藏还没被发现 那就有人惦记着 一百多年来民间寻找天国宝藏的热潮 那可是一波波的从没断 只可惜啊 谁也没发现过这真正的宝藏 当然 要说一点值钱的东西没被发现 那也不准确 1981年 施工人员在拆除南京城一处老房子的时候啊 就在墙的加壁中间 意外发现了一个沉重的包裹 这个包裹里面呢 包场着一百七十几枚西班牙的银员 和最有咸丰联号的银员宝和银钉 当时的工人呢 就把这些东西上交到银行 所以从夏宇藏的太平洋国保障 也就是1981年9月份 这个172枚西班牙银员 和最有咸丰联号的银员宝和银钉 可惜啊 一百七十块大洋 这个传说中的天国宝藏 那实在差的是太多 那么 关于宝藏的下落 这两年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了 哎 有 什么呢 咱们先来看段电影 这部电影呢估计不少观众都看过 没错 他就是李连杰 刘德华两大巨星主演的大片 投名状 不过呢 您可能不知道 这部电影啊 它是根据真事改变的 这件真事啊 说起来也算是大名鼎鼎 什么事呢 号称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 张文祥刺马案 1870年8月22号 新上任不久的两江总督马欣怡 在守备森严的总督亚门 竟然被刺贺张文祥 一个人就给干掉了 怪吧 更怪的是 堂堂一品大员被杀 案查到最后呢 却草草说什么 不聊聊 这才被人称为是奇案 说到这呢 估计有人要说了哈 案子在齐和咱们今天说的 太平天国宝藏下落 那有什么关系呢 哎 两者之间呢 那是大有关系 有很多史学家都认为 马欣怡 他就是因为这笔宝藏才死 呦 这话又该怎么说呢 原来 听说这个太平天国的宝藏没了影子 慈禧太后呢 他就怀疑 哎 是让曾国藩给私吞了 可是曾国藩那是救国功臣 他不好大张旗鼓的名字查 那怎么办呢 哎 他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的位置上调开 派马欣怡接受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要让马欣怡在南京暗中调查这事 据说呢 马欣怡很快就发现了曾国藩私吞财宝的线索 可惜啊 他还没来得及往这个慈禧那报告 就让曾国藩呢听到了风声 这才招来了杀身之祸被灭了口 没了线索 慈禧太后也只能是吃哑巴鬼 让这事呢不了了之 这才有了轰动一时的策马其案 当然上面说的那都是历史学家 根据当年的档案做出的推断 要肯定天国宝藏落到了曾国藩的手里 和前面的那几个说法一样也没有过硬的证明 下面呢 咱们来说说天国宝藏下落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宝藏出国了 那么按这个说法呢 在宝藏在病死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财宝化整为零 托付给了手下信得过的王爷和大将 南京城破之后不少太平军的将领流亡海外 这些财宝也跟着他们到了外国 这个说法那也不是下载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柄天王用国的宝剑 那就是一位英国学者在古巴发现 总之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天国宝藏的真正下落 直到现在都还是个谜 说到这儿啊 红宇呢 想起了以前节目里面说过的另一件事 当年太平天国天津事变之后呢 一王石大开带着十万大军夫妻出走 最后呢被清军围困在大渡河兵败这事儿 而据说呀 石大开在战败之前把所有的财宝都藏了下 所以这石大开宝藏的传说那也是流传了上百年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四川省主席刘湘得到过一张藏宝图 说石大开的宝藏就埋在大渡河子打地的这个山坡下 很快呢刘湘就秘密调集了一千多工兵前去挖掘 只可惜啊 宝藏还没挖着 刘湘呢就被蒋介石调出四川上前线去打鬼不去了 这事儿呢也就没了下文 那么二零零年的时候呢 雾探专家在大渡河河边呢 这个石大开曾经安营扎寨过的银盘山 用先进的雾探技术进行过勘测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事情 要我说呀 与其像上面说的费尽心机去找 那还不如啥也不干 真要有这个天国保障 那说不定哪一天他自然就冒出 您说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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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